北京时间今天凌晨,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决赛在奥利匹克公园水上运动中心举行。 中国选手叶诗文依靠最后50米的自由泳的发力后来居上,以2分07秒57的成绩夺得了金牌。 他拿到了本届奥运会个人的第二金。 澳大利亚选手考特斯和美国选手弗洛伦茨分别获得了银牌和铜牌。